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你的外形 体重 盾位来看 我以为你动作会很慢 结果出乎我意料 你走起路来步伐很快 跑起步来都不喘 那骑起脚踏车 返倒都不落人后 这是我非常佩服你的地方 更重要是你的口调好 活动力好 这个对外沟通能力好 在我们的招生绩效来讲 你把宜兰跟花莲两个中心 学生人数都倍数的成长 颁花给你的奖状超过100张了吧 你每次颁花奖状都有你 那更难得的就是 在学校的一些重要的活动 像社团干联 我们员工的自强活动 文艺研习活动 出国访问广播电视大学 参访的活动 有了你我就很放心 当然退休了 我们现在很流行一句话 叫做循环经济 也就是回缩再利用 空到有需要你的地方 一定会找你 另外 因为我也知道 你父母都是很高瘦 你有高瘦的基因 相信你可以活到120岁 我很想看看 你120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也希望 我也能落后到120岁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在学校开会的时候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他有多认真 然后付出了多少 那当我在协助 这个宜兰跟花莲之后呢 其实我实际上也感受到 他的努力 他会想尽办法去推动 原来有阻碍的地方 他也会很努力去 游说那边的长官 让我们有机会去 宣导我们的空大的一些课程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主任 能够来拓展我们的声援 那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福气 有他在 坤正我知道 你要我说点你的好话 你演奏又高水认真 又打拼 在招生方面 非常非常的认真 就是踏遍的这个军队啊 所有只要能捞到学生的地方 他都去捞 所以我有一个感动啊 说这个缅甸啊 有个昆沙 专门搞读的 那我们台湾有个昆镇 专门搞教育的 那这个昆镇比那个昆沙 高明太多了 那么把这个很好的 空大的教育啊 能够推销给 行销给 那么所有有志继续念书人 就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昆镇 所以昆镇啊为我们空大 去跟现在的花莲 国立东华大学 还有以前的花莲师范学院 去接洽 去妥协 去干博诺 或者是死产烂达的 做什么好事情啊 我用我们白话的说 我们空大花莲中心的 那块地跟地上的建植物 产权变成我们 你看这个价值有多少钱 市价呢无可比 但是这个对学校的贡献 非常非常大 谈到花莲的校舍 真的是辛苦啊 因为我们前前后后 大概将近20年 当时是花莲师范学院 跟我们要场地啊 要回去 他们说它场地不够 希望我们能够搬出去 为了这个事情 我六度呢上法院 两度到教育部开协调会 当时就写定四个字 叫做无偿拨用 哇看到无偿拨用 看起来很简单 事实上后来才知道 原来要办的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 无偿拨用只是文字上的四个字 后来我们要办 要去申请土地变我们的 房舍变我们的 那真的是过程非常辛苦 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我们终于拿到了土地权状 终于拿到建物权状 当然过程真的是很辛苦 花了那么久的时间 终于拿到 事实上呢 我这个好像就在做 做这个叫做行销一样 好像做行销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客制化来 针对人来找他来读书 而且是全方位的服务 我们有学生是没有办法 交毕业证书 我就跟他约在哪一个点来说 我曾经在美人口中说毕业证书 曾经在部队的门口说协会 还有学生没有缴协会 会到我户头 我再把它领出来去缴 我还不知道要锁戏会六块 主任先店 所以这店了也就拿不回来 所以不会再跟他要六块钱 所以等等这样就是要勤 到处去做 我相信空大很多人都知道 我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包括校长也经常 有时候我们有一起在活动的时候 就看到昆正又在招生了 所以真的叫做实时招生 刻刻招生 看人就问有没有大学毕业 这样多少就可以带一些人进来 昆正算是结婚比较早 然后他生孩子 生了两个女孩子 现在他就变成是最 他不仅是孝顺他 然后他又能够照顾他的 女儿他的女婿 还有照顾他的他的孙子 他结婚的比较早 然后他那两个女儿 结婚的也是很早 继承了他的这个优良传统 增产爆股 大女儿生两个 二女儿生四个 昆正跟他夫人 现在是最年轻的 阿公阿嬷 他好高兴 其实他有时候在花园中心 下班以后 晚上第一件事情 去他二女儿家 做超级奶爷 奶爷爷 在诗的方面 值得我们敬佩的是 您对于家庭的照顾 照顾高龄的父母亲 一直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长 都知道的事情 您对女儿的好 我们也都在脸书上看到 你所叙述的家庭何乐 你每年固定的陪着老婆 到国外走走 这都很难得 还隔带 然后来带这些孙女 看到你们一家 这个脸书所po出来的 这个儿孙满堂 就像在开头儿手一样 真的我觉得我们 我们国家的内政部 应该帮给一个模范家庭的那种匾额 六年前 我跟我儿子两个人骑脚踏车环岛 然后就是骑到了花莲 那当天晚上呢 坤登老师看到我在脸书上打卡 他马上就跟我联络 然后问我在哪里 那晚上就接待我们父子俩 一起去喝个饮料 然后聊聊天 讲解一下花莲的这些风光等等 那这个他乡遇固滋的这种热情 其实是那个温暖就是感受在心里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其实我们在空大 非常感谢空大 因为空大给我28年半的时间来服务 然后我呢 我都在宜兰花莲两个地方服务 然后这两个地方都当然都很熟 然后空大 因为空大让我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因为我以前在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难免会比较不稳定 那我因为到空大来稳定 然后让我一个稳定的家庭 让我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非常感谢空大 所以谢谢空大 历届的校长给我平台 然后呢 我能够把我自己的尽情的发挥 我也工作的很愉快 叫乐在工作 然后乐在跟同学结交朋友 然后把我的尽量的奉献 尽量请一些人 邀请他们来读书 一方面可以充实自己对他演大学梦 一方面又可以成为朋友 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帮助 所以我们因为空大 让书香社会更普遍 所以处处可以读到读书的味道 所以你有时候想一想 爸爸妈妈或是阿公 然后家里有孙子 一起写功课 那种画面我们想一想多么的完美 所以空大对社会最大的一个贡献 叫做营造书香的社会 再一次的谢谢空大 给我一个温暖美满幸福的家庭 而且我现在已经六宫了 这个也没有人赶得上 这个就是空大给我的 谢谢